嗨,大家好,我是Irene 今天我们用有长生果之称的花生和茄子 混搭做一道软滑和香脆结合的家常素菜 首先将洗干净的茄子去投尾 然后切成小条 至于茄子去不去皮,就谁个人喜欢 其实茄子的营养价值很大部分就在皮里面 所以我通常都不将茄子弃皮 接着将切好的茄条放入蒸锅里 用大火蒸10分钟 这时候先来准备一些姜末 茄子只要蒸至稍微软身 有6-7分熟就好了 炒锅先放入食油烧热 然后将蒸好的茄条转移到炒锅里 用中火煎炒大夜2分钟 将茄子的水分焙干 茄子煎炒到这个状态 就先剥到一边 再下点油 加入姜末煸出香味 将茄子和姜末拌在一起后 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营养酵母粉 盐 胡椒粉 糖 再浇上一些生抽 翻炒均匀后 加入一些香菜和芝麻油 最后放上炒熟的花生 简单美味香喷喷的长生茄子就做好了 茄子先蒸气分熟 再放入锅里偏炒 加入花生 结合出软和硬的多层次口感 鲜香美味 简单营养又下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食谱 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